上个星期台北市政府开放同性伴侣助记服务 成为继高雄市之后第二个开放同性助记的城市 只要双方都涉及在台北市就能够到护证事务所助记 不过因为这个登记没有法律效力 名字也不会出现在身份证上 唯独在发生紧急医疗事件时 是可以帮对方签下手术同意书的 仅仅签着女友的手还特别戴上象征同志身份的彩虹耳环 社民党立委参选人旅心结和伴侣陈林 第一次到护证事务所办理助记 要做什么不是很熟悉 这个是两位填同一张 然后这个是一人同一张 北市府时期要开始开放同性伴侣助记服务 只要双方都涉及在台北市 就可以凭身份证到各区的护证事务所办理助记 不过这项服务宣誓意义大于时之 我们两个之间发生任何的问题 我们还是需要比所谓的异性恋夫妻 有非常多更多更多的程序跟手续 我们还是会觉得有一种四等公民的感觉 依照现行规定 助记没有法律效力 身份证户籍藤本上都不会出现这项登记 只有在紧急手术进行时 伴侣可以以关系人身份 代替对方签下手术同意书 市政助记就如同欣杰刚刚讲的 其实并不能完整的保障 同志在法律上应该有的权益 其实婚姻平权法案才是真正同志平权的里程碑 大大一个拥抱 吕欣杰和陈琳相识多年 却碍于同志身份 没办法拥有稳定的法律关系 北市府这项服务对同志朋友释出善意 却显示台湾在性别友善的议题上 还有很多履厉空间 好大家请加油 加油 婚姻平权 加油 一定提提前提换 新一派的报道